面对国高中小学生开学,台北市长柯文哲坦言压力很大,目前12岁以下没有疫苗可以打,万一遇到确诊怎么办? 他表示,原则上若有12岁以下确诊或居家隔离,还是要有家人陪同。 原则上说最好是找那个有打过疫苗的,其实我们不太赞成说,这个要陪这种12岁以下找阿公阿嬷,除非阿公阿嬷是打两剂疫苗的,不然的话一般,特别是没有打疫苗的长者要进去,其实我是很不喜欢的,所以像这个都是很多问题,所以这个大概是没有遇到最好的,但是要遇到,也许我们还是要按照 科学你知道,然后再做判断,所以还是有些原则,因为很清楚嘛,年纪越大 感染性越危险,所以 那12岁以下法令是一定要家人陪同 那12岁以上,比方说国医 这个就大问题了,当然 他有办法一个人被关14天 也好 如果需要家长陪伴怎么办,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 虽然说 疫情趋缓你知道,那在解封过程了,但是 还是有很多,真的遇到的时候还要伤脑筋的问题很多 那 不过还是要 要逐步解封了 疫情趋缓,逐步解封也持续进行 北市府也公布最新设施开放指引 包括篮球、排球、手球等三个运动项目 和公园体建设施等 不过公园中给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 目前人不开放 要请市民朋友注意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到复了 也许